对中国采取对抗立场是不明智的,在泰国公共电视台23日播出的一次电视采访中,刚结束访华行程,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这样表示, 他认为,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都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和中国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此外,他也不赞同美国时不时就挑衅中国的做法。 马哈迪尔徒子当今大马马来西亚媒体当今大马,援引泰国公共电视台报道称,马哈迪尔在采访中说,东盟国家可以抗议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但是实是,像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可以很轻易地无视这些抗议。 这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和其他国家稍微不同的态度。 马哈迪尔徒,我们接受中国是个强大的国家,我们不能和他开战。 这名马来西亚领导人呼吁开放南海地区,但同时表示,不赞成美国时不时就挑衅中国的做法。 他认为现在南海有自由通行航道,美国军舰却常常故意,靠近有争议的岛礁,意图挑衅中国。 马哈迪尔在采访中还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认为特朗普不太可能获得连任,之后他推行的政策也会被抛弃。 正如他抛弃前总统奥巴马的政策一样,他还表示很难与特朗普共事。 以前被问及和特朗普有关的问题时,我曾对媒体说过,我很难于一个不到24小时就改变三次想法的人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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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